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 漫画家以高昂的战斗热情 创作出无计其数的优秀漫画 随着大大小小的报刊 深入千家万户 使广大群众加深了对美帝的仇视 鄙视蔑视的思想感情 认识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 血肉相连的关系 增强了抗美援朝的信心和决心 数不清的漫画被放大 绘制在全国各地的机关 工矿 学校和街道的墙壁上 成为群众开展实施政治学习的教材 1950年6月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 全国范围展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1950年12月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 特务反动党团骨干 潜伏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1951年底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初 又在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 在土改正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 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武器 充分发挥了战斗威力 出现了不少揭露地主恶霸 反革命分子阴谋罪行 和揭露不法工商业者 种种不法行为 即揭露退化变质干部 贪污腐化问题的漫画 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这个时期出现在报刊上的 其他一些反帝题材的国际漫画 多角度地揭露帝国主义 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侵略 扩张掠夺和镇压的罪行 这些出自明家之手的漫画 不仅给国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经常被国外的报刊所转载 漫画对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而言 它的功能是讽刺和战斗 建国前五十年 中国漫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 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对于人民内部产生的缺点错误 也要进行适当的批评 于是产生了内部讽刺漫画 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漫画现象 1951年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弥谷的漫画 新社会老现象 李宾生发表宣宾夺主 批评批一些观众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表现 于画里的谁说我目中无人 讽刺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 眼里只有他自己 伴随新中国的诞生 出现的种种社会新气象 使漫画家欢欣鼓舞 自觉地用画笔 欧歌新生活 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歌颂性漫画 漫画家们 怀着一颗对党 对社会主义的赤诚之心 在探索歌颂性漫画创作方面 做出了科系的成绩 作品在选材 构思和表现手法上 都有独到之处 1950年6月 漫画杂志在上海创刊 1955年6月 前往北京出版 直到1960年7月停刊 共出版十年之久 这本新中国唯一的 权威性漫画期刊 对团结全国漫画家 和培养青年漫画作者 提高漫画的思想水平 和艺术水平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米谷一直担任漫画杂志主编 张光宇 叶浅渝 鲁少飞 沈同恒 丁葱 廖冰兄 张乐平 张文元等著名漫画家 都曾担任编委 各地寄给编辑部的大量作品 只要基本可用 主编 主编米谷就一再和作者通信 或当面商量 如何重新构图 修改局部 或改换标题 他对青年作者的帮助 完全出自一片真诚 一些当年得到米谷帮助的漫画家 至今回忆起来 仍很激动 米谷同志 堪称漫画编辑的楷模 1956年12月 在北京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 展出147位作者的312件作品 这是对建国初期漫画创作的一次检阅 米谷曾巧妙地把展出作品的标题串联起来 对这节漫展做了描述 看帝国主义这副丑态 他把扩张军备当作摇钱术 为了保持军火股票不下跌 要制造国际紧张局势 像爬山树的响尾蛇 用尾巴敲打着美元 发出一声声引诱 美元像一条红吸管吞噬着中东油田的巨额利润 他看不到这是一个人心所向的时代 感不到这是一个春暖冰解冻和开的季节 他们的心理反常 所以虽然势力正常 仍然无法回答斯芬克斯的新谜 这位从西方来的慈善家把自己打扮成可爱的小天使 用美元交换你的主权 不管的陈列品 内部讽刺话中有一些是讽刺官僚主义者的 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他总是知了 先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